大家好,我是凡凡 昨天晚上我找到了一个露营的好地方 这是在河北的一个小亭子 这里本来是一个公园的 现在荒废了 然后这个里面有沙发 有珠子 凳子椅子 昨晚住在这里还是挺舒服的 然后对面就是那个大山 风景非常的漂亮 因为我在外面已经待了五六天了 所有的存电宝全部没电了 所以今晚必须找个宾馆注意一下 把那个存电宝盛下电 现在也不早了 收拾一下就走了 这个地方的山全部都是悬崖峭壁啊 这个前面是一条瀑布 现在停水了 所以看不到那个美景呢 太可惜啊 现在我来到了洋角峰景区 这里全部都是悬崖断壁 现在我来到了洋角峰景区的对面 哇 这里就有一个洞啊 不止一个 三四个 在那个角长在下面 哇 好大一个洞 过去看一下 这到底是什么洞来的 这好像是人造的那个山洞吧 看那个墙壁 那不平 走了 现在 终于要离开温州了 然后前面就是台厨师 现在我要来一家宾馆 新元宾馆 好了 把进来了 现在把衣服洗一下 电充一下 昨晚我住在这个 宾馆里面 这宾馆里面还是划不来的 这一晚都要花个百多块钱啊 那么从这里开始呢 我就要加快集行 我计划在一个星期之后啊 解释这一次集行啊 现在本来计划去刷新 可能也去去了 这次呢到了向上以后 直接回横店 好了 那现在出发了 前往向上 现在我在楼上碰到一个卖干净的 老板你这个区那么短 还有人买吗 你这个区那么短 有人买吗 没有 没有人买 哎 你好 我买点橘子吃一下 可以吗 我先买点橘子吃一下 刚刚那位大姐说 这一边很多卖橘子的 你们这个是 去港口山 这个树上摘的吗 这个塞上 这个大工橘子 到时候你咋经历 经历文啊 12月份收啊 那得 现在买了四斤橘子 一块五一斤 从那个山那边过来啊 这一边全部都是橘子树 那个山上也全部都是橘子树啊 然后这个下面全部都是橘子树 全部都是橘子树